王麒麟又接受土音表扬 记者毛婉婷摄影分享 王麒麟与搭档李嘉欣一同替台湾摘下手面试大运羽球混双金牌 今天土地银行特别为是大运夺牌选手及教练举行表扬活动 选手们也都相当感谢土音长期的培育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在场上奋战 今天的活动也让王麒麟直呼能再次回味拿下冠军的荣耀 到现在我想到多冠的那一瞬间还是蛮感动的 王麒麟从高中开始接受土音的培育至今已有七年的时间 他特别指出对于帮助选手出国比赛这个部分是土音带给他最大的帮助 只要选手有好的表现 公司就会想尽办法让选手出国比赛吸收更多经验 能与外国选手交流 在经验值方面真的差很多 结束台北市大运后 王麒麟及李嘉兴接连转战南韩超语赛及日本超级系列赛 在南韩超语赛次轮遭到日本组合逆转 无缘继续挺进 王麒麟坦言自己在南韩超语赛时 还没办法跳脱出冠军的光环 所以上场时给自己的包袱很大 发挥的时候打起来绑手绑脚 好像自己是冠军就必须要打好每一颗球 王麒麟说 直到在南韩输了之后 我才体认到多下是大运冠军 这已经是过去了 自己必须要赢接新的比赛 所以在日本的时候 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 面对新的挑战 不给自己太多的束缚 所以在日本的表现我觉得还算不错 接下来王麒麟与季宇李嘉欣将参加德国的黄金大奖赛 他认为两人之间的搭档在细节部分还可以更精进 默契极小技术上还要再做加强 跟一些好手打起来 尤其是在关键分的时候 我们的掌握度还不是太好